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,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,所以我们对世界的位置领域也是越来越少,但是宇宙是无限的,我们人类所能知的其实只是宇宙的很渺小的一部分,但是人们的想象力确是无限的,人们的好奇心也是无限的。 所以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进步,我们对位置领域也是越来越感兴趣,我们想要知道位置领域存在着什么样的生物,是否也有一群和我们一样的人类在生活呢? 所以我们常常会幻想,除了地球上的人类,太空中是知否有外星人的存在,科学家也是为之研究了多年,但是至今都没有证实这个假设。 这些年来,世界各大科技大国,都是不断的对太空领域进行深究,对于太空中到底存在着什么,我们依旧有很多未知知识,不过其实不仅是在太空,我们有很多的未知的事情,很多人可能都忽视了地下,大家是否想过我们的地下呢? 我们幻想着太空中住着外星人,是否有想过我们的地底下,是否有住着地下人呢? 因为这个酒店是在地底155米建造出来的,可以想象在这边住上一晚是多么的浪漫,里面的设施也是相当的神奇。 这里是完全的高科技,能够带给以前所未有的体验,而且这边的房间也不是随时都有的,必须要提前预定。 目前就我们人类已经探索到的地底深度是12262米,这是苏联时期挖掘的科拉超神钻筒,这个深度里面已经让专家们收获到了很多的惊喜。 在7000米时发现了单细胞生物化时,9000米时发现了满是黄金的岩石层,所以可见地下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,还有着很多我们未知的领域,需要我们去探索发现,相信它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不过到底这个地底更深处还有没有人类存在?我们依旧是无从得知的,至于为啥不继续再挖掘了?是因为在深处已经挖不动了,苏联当时也是没有财力在这上面花费了,也是留下了一个想象空间给我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